Hello 刘勇从中国见到您在 Guadalupe 近两个月刘勇一行于当地时间3月25日抵达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瓜德罗普成功完成此次探写 近日在四川旅游学院内身体状态已经基本恢复的刘勇面对镜头讲述了他的跨洋之旅 每年的这个能跨越的时间也就是在每年12月份到3月份之间 因为他的洋流季风条件才够 那么我们六个人分成两组 这两组人除了你在舱里待着的时候 剩下就是你在划船 平均两到四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就会有人敲你的舱门 你睡了一个半小时出来该划船了 这是单程票 你必须要不然就到对岸上岸 要不然在中途被救援 只有两个条件 53岁的刘勇是国内知名的探险家 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区十大提名探险家之一 还是世界登山最高奖 经兵高奖首位华人评委 在刘勇的探险生涯中 这一次的挑战无疑是最刻骨铭心的 当我们有一次在晚上交换的时候 我刚刚把我这个安全带连接安全绳的安全带取掉 结果刚刚在交换的时候 一个浪打过来 因为在黑夜我们看不到浪从什么地方来的 浪打过来的时候 一下把我打来飞起来 人就撞在滑着这个桨的支撑的这个地方 撞到满腿都是血 但是没有飞出去 甚至于到我们要抵达瓜罗鲁普的头几天 晚上我们自动导航已经出了问题了 正好那个时候在舱内 他们在外面 群盆的大雨 暴雨 然后浪也很大 我们的船失控了 原地打转 跟那个方向形成90度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八个星期 我基本到最后都已经崩溃了 刘勇介绍 跨洋划船是目前全世界参与人数极少的户外探险活动 对参与者的意志力 勇气 体能技术 心理压力的考验是极致的 这一趟挑战下来 刘勇的体重减少了近15公斤 因为你坐着两个月 你基本上站不起来 要不然坐着滑 回舱里面就躺下 因为这个舱很矮 你坐着头都顶着舱 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肌肉流失 还是还是比较大 换说我是第一个跳下船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一跳上去就摔到摔到地上了 因为我的这个平衡已经 跟这个地面是完全不一样了 作为一名高校教授 刘勇在探险过程中 将独木舟作为一个社会学场景的实验室 将自己和同伴的探险行为 与社会行为进行观察记录 在船舱休息时间 用录音笔口述记录下 每日行程和观察发现 这次下来我积累了 应该有十几万字的这个探险的日志 同时呢 我有接近一百个计的影像的这个素材 我们下来呢 会有一系列成果产生 第一个呢就是大西洋日记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大西洋的中间发生的事啊 包括这个故事 我讲给探险爱好者来听 第二个 我们是基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个学术专注 我们会尽量在一年之内把它整理出来 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高水平的论文 会在世界最顶级的人类学 比如人类学啊 或探险人类学的期刊去发表 第四个就是我有这个很多素材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剪辑一个探险的这个纪录片 好 这个纪录片呢 我们大概花半年时间吧 最近几天 刘勇又开始攀岩骑行等训练 体重也恢复了约五公斤 谈及未来是否会挑战跨越其他大洋时 刘勇表示 如果有合适的探险机会 他会背上行囊出发